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佛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地基主是什么? 地基主的由来可能是曾经住在这间屋内的人 在往生后因故未享有子孙香火祭拜 但因品行优良,经过土地功等神明考核和云准 可担任此户的地基主,保护家庭且享有香火 所谓的地基主呢,其实是指房屋或土地的先住者或者地主 台湾地基主信仰的五种来源,祭拜地基主的好处 地基主信仰啊,在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了 有点类似每家每户都有的土地神 但执掌到底是什么却很难说得清楚 一个家庭内的神除了监察官赵神与保全门神 还有神明厅的家神 有些家庭呢,还有祖先牌位 但地基主的信仰由来却很难有人说得清 在维基百科上,台湾地基主信仰就列出了五种可能的来源 包括王灵说,原住民祖灵说 地神说,乌神说,五夷君说 地基主呢,可以保护一家大小平安顺遂 住户如果加以祭拜,可得其诱护 如同保家仙一样,可使住宅安宁 但不能将自家运事问题全部推给他 土地宫呢,又称为福德正神了 除了是地方的保护神之外 土地宫其实也算是财神的一种 因为许多人认为啊,如果家宅弱不宁 影响了人的心神气运 自然就会跟财运无缘了 所以一般公司呢,也会祭拜土地宫来祈求财运 土地宫与地基主的区别 相较于土地宫啊 所谓的地基主呢,其实是指房屋或土地的先住者或者地主了 虽然地基主的庇佑方式类似土地宫 不过土地宫的管辖范围比较大 地基主呢,则大多只有负责一家一宅而已 他的地位就类似该户的户长 虽然现在台湾的房价很贵啊 不过房屋市场依然热络 一间屋子呀,可能前后住过好几个家庭 户长也换过好几位 但一个区域的大庙与土地宫庙内的神明并不会变动 以此推论了 地基主可能是土地宫的助手 分配至家家户户当管理员 与门婶、造婶等家婶一起守护一家大小 一定要祭拜地基主吗? 若从小家中啊就没有祭拜地基主的习惯 或是搬进新家后就没有祭拜过地基主 那么就不用刻意祭拜地基主了 但若是曾经祭拜地基主 那么之后就必须定期祭拜 不可随便中断祭祀 因为曾经祭拜过的家户 地基主时间到了就会讨祭祀 所以啊,如果没有打算祭拜地基主 那一开始搬进新家就不需祭拜没关系 但若是住在自家 父母已有多年祭拜地基主的习惯 那轮到自己当家时 就需持续祭拜地基主求财求事业等啊 地基主祭拜注意事项 地基主的祭拜时间呢 跟土地公相同 时间以下午五十后至太阳下山前 若是空地无建筑物遮蔽 则在下午三点后祭拜 但搬家、入宅、动宫、安神位 祭拜地基主的时间 也可以拜完土地公再拜地基主 不过要注意的是啊 在搬家、安神或者遇到像是元宵、清明、中元、端午、重阳、冬至 过年的重要节日时 都必须要慎重祭祀地基主 最好请命理老师责定粮日及时 避免家中受到煞气或不祥侵扰 祭拜时呢 要在厨房门口或新宅之后门处 且摆放贡品的桌子不宜太高 祭拜地基主的贡品如下 1. 寿金、益金及土地公斤等纸钱 2. 红竹一对 3. 酒三杯 4. 三炷香 5. 家常饭菜 俗称变菜饭 一碗饭、一肉、一菜及一汤 在三炷香已燃烧三分之一以上时 即可在新宅大门口旁焚烧纸钱、寿金、益金、土地公斤 烧完纸钱收拾贡品 祭拜地基主的仪式即算完成了 闽南人呢 一般会在厨房或后门偏僻之处 奉刺地基主 因为地基主个子矮 所以会用矮桌子、板凳当作供桌 而不是一般神桌相案之高大 也有人会在祭拜地基主之时 一并祭拜好兄弟 则召请神明时 以地基主好兄弟称之 因应现代社会 祭拜地基主的贡品也往往变成了便当、零食等 地基主信仰在闽南的普遍性极高 不止自用住宅会祭拜地基主 许多公司行号呢 也往往会加以祭拜 另外呀 还要注意以下几点了 一、地基主身材不高 大约100至120公分 所以祭拜地基主的供桌不能太高了 否则呀 就是在欺负他 二、因为他不是高阶神明 所以都放在住家最后面的厨房 要面对厨房祭拜 切记了 不对着后门拜 会招来更多好兄弟哦 如果是套房式没有厨房 可由大门往内祭拜即可 若是过年出远门没时间 送神后至除夕间都可以拜 三、祭拜供品越简单越好 不需准备丰盛饭菜和大量纸钱 有些人会拜三生 但最简单的拜法就是买个鸡腿便当 或是你爱吃麦当劳啊 也可以买炸鸡筒来拜 再准备三杯汽水或三瓶养乐多接渴 准备就绪 再准备一份地基主经就好了 四、拜完土地公后的祭品 也可以直接挪用来拜地基主 由于地基主呢 是跟我们贴身生活的神明 所以记得要准备饭菜、水果、茶酒三杯等祭品 而且呼请时不能直接叫地基主 应该要尊称地灵公和地灵婆哟 净空大师也曾表达对祭拜的看法 我们细心观察民间习俗 却有其道理 一切诸法皆有法性 地基主也有法性 既有法性当然也有灵知 即是说他有见闻觉知 我们善意对待他 他的回馈是好的 我们深信此理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善心、善念、善行 而不在于行事 行事做得再好 如果心形不善 其回应也是不善的 此理不能不知 先民祖先教导我们 祭拜这些天地鬼神 含义相当深 整个佛法教导我们的就是三件事 第一是人与人的关系 第二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即是与地球上所有动物、植物、矿物的关系 第三是说明天地鬼神的关系 现代科学讲的是不同围次的空间 鬼神与我们的空间围次不相同 但是它确实存在 我们用沉静的心可以与它们沟通 可以把空间围次突破 如有更深的禅定 沟通就更为明显了 能有更深层的沟通 所以最重要的是真诚心 清静心 慈悲心 而祭拜的形式 现前社会结构与从前不一样了 有些地方是禁止烧香烧纸钱的 若住在城市的公寓房子 你这种祭拜 隔壁邻居会受到干扰 如果他不相信 甚至会认为这是违法的事情 所以我们祭祀时 就如供奉佛菩萨一样 用香花、水果即可 心成则灵 就有效果了嘛 我说 一切皆非莫名 一切皆是注定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分享、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